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9日星期四 农历腊月初期 我是雅秋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放新闻 在新年来临之际 西雅图中文电台全体同仁 恭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 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六和周日是新年特别节目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KKNWAM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欧盟委员会说 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 协调欧盟如何回应中国解除新冠防疫限制的决定 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 由欧盟27国各自的卫生部官员组成 由欧盟委员会设置主席 在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经常开会协调政策 中国的防疫政策本月出现急转弯 开始停止世界上最严格的新冠防疫封锁政策 和大规模的病毒筛减制度 力图使其遭受重挫的经济步入明年全面开放的轨道 一些国际卫生专家表示 取消限制意味着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基本上不受控制 每天可能感染数百万人 日本本月宣布新政策 让日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日本松动战后军事约束采取的重要步骤 根据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和两份12月中公布的其他文件 日本将在未来五年内把国防开支增加一倍 首次部署能够打击其他国家军事目标的导弹 这些政策击碎了几十年的日本禁区 日本根据美国二战后起草的和平宪法 相对约束了国防态势 日本不断加强自卫队 尤其在中国过去十几年中更为强大 并对邻国更为咄咄逼人之际 但日本自我设置的宪法约束 意味着其军事力量无法与经济实力相匹配 日本虽然是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 但在全球防务开支的排名仅在第九 不过这很可能会改变 新计划将在未来五年中 把国防开支从国民生产总额传统的1%提高到2% 总体国防开支将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据乌克兰政府负责数字技术的部长说 乌克兰已经购买了大约1400架无人机 主要用于侦查并计划开发可以攻击俄罗斯 在入军期间使用的爆炸无人机的作战无人机 在最近接受美联社采访时 数字化转型部长费多罗夫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为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场重大战争 他认为无人机和卫星互联网系统 如马斯克的星链改变了这场冲突 俄罗斯当局声称 最近几周乌克兰无人机 袭击了其军事基地 其中包括周一的一次袭击 他们说这次袭击 击中了 俄罗斯军队击落了一架接近距离乌克兰边境 600多公里的恩格斯空军基地的无人机 巴西足球传奇人物贝利 星期四去世 享年82岁 他曾经带领巴西国家队三次夺得世界杯创下记录 贝利11月底住院 医生12月说他患有癌症 并伴有肾脏和心脏问题 他在2021年9月做过大肠肿瘤的摘除手术 贝利接受治疗的爱因斯坦医院在一份声明中说 贝利死于多重器官衰竭 1940年出生的贝利在世界杯舞台表现惊人 率领桑托斯队参加了俱乐部赛事和国际巡回比赛 并在事业后期参加纽约宇宙俱乐部 帮助激发了美国对足球的热情 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队员之一 内玛尔在Instagram社群应用网软件上写道 他把足球转变为一门艺术和娱乐 球王让足球和巴西获得了地位 他走了 但是他的魅力依然存在 贝利是不朽的 法国球星姆巴佩说 贝利传奇会持续 姆巴佩在推特上说 球王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传奇将永世不忘 阿根廷世界杯冠军队队长梅西 星期四在推文中说 贝利安息吧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局部阵雨 降水概率85% 风速每小时4-9英里 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75% 风速每小时9-12英里 最高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最低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在菲律宾与中国陷入持续南中国海领土 声索争执之际 菲律宾表示 小马克思总统希望在下周访问北京期间 能签署一些协议 据美联社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四在一个声明中表示 一些项目在讨论中 包括农业、再生农园、 涅加工、旅游和桥梁建设等 小马克思总统1月3日至5日 将率领一个庞大经济代表团 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预计将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晤 与中国的贸易占菲律宾贸易总量的20% 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 这是小马克思总统 首次对东南亚以外的国家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他三个月来第二次会晤习近平 两位领导人今年11月在泰国曼谷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期间 进行了首次场边会晤 随着中国大陆准备从1月8日开始 取消关于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 香港作为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在准备迎接大量游客涌入的同时 期待与忐忑的情绪并存 中国当局星期一宣布 从1月8日起 中国将不再要求入境旅客隔离 并将开始接受中国公民申请出国旅行护照 和港澳通行证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宣布 香港终于将从周三开始全面开放 结束堪称世界最严格的一系列新冠防疫措施 李家超说 香港将取消对敌港旅客的强制性PCR核酸检测 结束疫苗通行证规定 结束对密切接触者的检疫要求 以及社交距离措施 他说 海外、内地、澳门以及台湾的敌港人士 不再需要进行强制核酸检测 刚复此前在9月下旬已经取消了对入境者的检疫要求 剩下的唯一防疫措施是口罩类 此举有望在下个月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 将中国游客引回香港 拉动急需重振的旅游业 官方数据显示 在疫情之前 旅游业占香港GDP的4.5% 提供了大约25万7千个就业机会 占总就业人数的6.6% 2018年到香港的6500万游客中 有78% 约5100万是内地人 李家超向市民保证 香港已经做好重新开放的准备 他说香港疫苗接种率高 抗疫药物供应充足 医护人员经验丰富 他还提到 已经有250万人因之前的感染 已经有了免疫力 与日本、印度和台湾不同 香港不会要求大陆游客 在抵达香港时出示阴性PCR检测结果 人们担心新的更致命的变种 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现 再传播到香港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燕教授 在12月中旬对美国之音表示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占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因为病毒已经变异为更温和的毒株 去年的抵港游客人数下降到9万1千人 在香港政府缩短 并最后取消入境检疫后 今年人数有所增加达到32万8千人 但与过去相比仍然只是一小部分 根据香港旅游业议会的说法 旅游业的复苏将是漫长的 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恢复到疫情的水平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 普京和习近平星期五将再次视频通话 讨论一系列双边及区域问题 佩斯科夫强调 双方将首先谈论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自普京今年2月下令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莫斯科一直谋求加深与北京的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几天 普京在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期间 会晤习近平后 两国签署了建立无上限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同时 自欧洲国家为制裁俄罗斯而减少购买俄罗斯能源以来 北京也大幅增加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及天然气 莫斯科公开支持习近平对台湾的立场 并指责西方国家试图在台湾地位问题上挑起冲突 北京声称 自1949年以来 一直自治并逐变成为民主社会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上周 普京派遣前总统梅德维杰夫访问北京 向习近平带去他的私人信函 同时 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 北京到目前仍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或者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 不过中国也避免为俄罗斯提供制裁缓解或者军事支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虽然北京力挺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明显的改变 但是在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和表述上 却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 今年9月 普京在乌兹别克古城 萨马尔罕与习近平举行 今年以来第二次面对面峰会后曾经公开表示 中方对俄乌战争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关切 目前担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议会副主席的 前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 上星期以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党主席身份 应邀访问北京 并且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习近平的接见 梅德·维杰夫在会见开始时 特别转交了普京至习近平的一封亲属信 习近平在会见时赞扬中俄关系 过去十年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始终健康稳定 高水平发展 并且表示愿意与俄方一起 把新时代的中俄关系不断推向前进 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但他在谈及俄乌战争时也重申 中方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决定自己的立场 并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希望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 开展全面对话 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安全领域共同关切 习近平对梅德·韦杰夫说 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后 感染人数呈几何事飙升 各地出现民众疯狂抢药物和医院挤兑的现象 暴露出政府并未为开放做好准备 这似乎跟一向强调制度自信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不符 也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标志性话语 坚持底线思维互相矛盾 分析人士说 缺乏方向与协调 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尚未完成有关 但也有人说 疫情乱象显示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都无所适从 也反映了中共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失败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中国是最后一个开放对奥密克戎病毒防疫措施的国家 此前 中国已经实施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 理应有更多时间向其他国家学习 如何与病毒共存 但过去二十多天的情况表明 中国政府没有预案 严重缺乏计划 组织 协调与沟通 很多社交媒体上的视频 可以看到各级医院大排长龙 发任门诊被挤爆 药店货架上的退烧药和快筛试剂被抢购一空 殡仪馆堆满尸体来不及火化等乱象 而这些现象似乎跟中共时常宣称的组织与计划能力相违背 事实上就在上周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署名发表的《纪念中国宪法》 实行40周年的文章中还一再强调制度自信 宣扬中国的制度优于西方 但这一次从防疫政策的转向到开放后的混乱 都让民众感到困惑与不知所措 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共以其前瞻性规划而闻名 不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发展 几乎所有事情都有计划 他认为 中国这次会疫情如此严重 欠缺方向与协调 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未完成 一致有一个空窗期有关 因为中共二十大虽已确定了官员的党内职位 但他们必须等到明年三月 全国人大的确认 才能开始行使他们各自的行政职务 王向伟表示 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仍不足以解释 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一次没有一个应急方案 因为依照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强调 面对重大事情要有预案的习惯 这次很明显 应该要有一个预案却没有 令人匪夷所思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提出另一种看法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将开放清零后的混乱 归咎于政治权力交替的真空期 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鲜少发生 他认为一切混乱的根源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本身下达的指令不够清晰 以致各级政府无所适从 这是根本上的一种政治失败 因此是一种管理层失败后的混乱 吴强表示 中共在过去十年一直到现在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个人威权体制 所有的政府层面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其实他们最后的决策依赖 都是在于中国领导人个人 而这样的个人威权 很可能就是混乱的源头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你知道吗 COVID是可以治疗的 如果你或家人年满50岁 或是患有慢性病 正是严重COVID的高风险群 及早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时间 减轻疾病的严重性 并尽量避免住院 这可以救你的命 如果你已经有了COVID的症状 请立刻就医获得治疗 我们做得到 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 及公共服务部付费提供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 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 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 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CRS Radio at Gmail.com 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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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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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雅秋 今天是2022年12月29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北卡罗莱纳州州长 罗伊·库珀领导的行政当局表示 他们正在审议 热门视频应用TikTok 在州政府设备上的使用情况 这一应用程序 正在日益引发华盛顿和各州政治人士的安全担忧 库珀州长的发言人发表上述评论之前 州众议院的两名关键共和党人 周三要求这位民主党州长发布行政命令 禁止在州政府发放的电脑、电话和其他设备上 使用该应用程序 林肯郡的州众议员杰森·赛恩 和吉尔福德郡的州众议员乔恩·哈迪斯特 写信给库珀说 这是国家安全问题 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 如果敏感数据遭到破坏 可能会对北卡罗来纳州构成经济和安全威胁 目前在美署维尔金群岛度假的 乔拜登总统表示 他将在假期期间花时间与家人讨论 他是否应该在2024年寻求连任 白宫和民主党官员表示 几乎可以肯定拜登会再次参选 但是他能获得党内提名吗? 探讨这个问题的理想场所是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俊 拜登在那里获得了89%的支持率 这是他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率的最高百分比 乔治·王子俊的40万合格选民中 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通常会在重大选举中投票 无论投票率如何 在全郡各种职位的选举中 结果都是可以预见的 民主党人几乎肯定 会在这个美国最大的 以非洲裔美国人为多数的郡获胜 被形容为串谋绑架密西根州长的主谋的 特拉华州卡车司机 小巴里·克罗夫特 星期三被判处超过19年的监禁 这是被定罪的同案被告当中的最长刑期 检察官希望将现年47岁的克罗夫特 判终身监禁 他是本案听后良刑判决的第四名 也是最后一名被告 法官罗伯特·琼克 形容克罗夫特 是这起阴谋的幕后思想者 并称克罗夫特 对容易接受他的观点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沟通者 不管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是多么的扭曲或非理性 他确实对其目标受众产生了共鸣 琼克法官说 这种领导力方式 跟在实地告诉人们向哪里走 同样重要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12月29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亿2400万7740人 新增193万8739人 死亡17194人 新增296人 截止到12月27日晚上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 188万3676人 新增4537人 死亡15038人 新增47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为 536662人 死亡3368人 Pierce County确诊人数 238907人 死亡1562人 从2023年1月1日起 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 将从1月1日起提高到 每小时15.74美元 14岁或15岁的工人 每小时可获得13.38美元 相当于成人最低工资的85% 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 在2021年1月1日 是13.69美元 一年前是14.49美元 西雅图法律有所不同 雇员人数在500人 或以下的雇主的最低工资 为16.50美元 拥有501名或更多员工的雇主 必须至少支付 每小时18.69美元 华盛顿州总检察长 Bob Ferguson 对西雅图地区的一家整形外科供应商 提起联邦诉讼 指控他通过在网上发布虚假正面评论 以及恐吓或恐吓通过多种非法 不公平和欺骗性的做法 误导患者和公众 Ferguson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威胁和贿赂客户 以阻止他们分享他们经历的真相 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是非法的 患者依靠评论 来确定医疗保健提供者 是否适合他们 使用法律 威胁和贿赂 来操纵这些评论 是欺骗性的 并且会伤害华盛顿州人 这位供应商提供手术和非手术治疗 从整形到性别确认程序 西雅图的检察官本周一 对一名软件工程师提起诉讼 他被控实施窃盗计划 从他的雇主那里 窃取了大约30万美元 法庭文件显示 卡斯特罗编写了 操纵在线零售商结账页面的 软件代码 将运费发送到他自己的账户中 指控称 卡斯特罗从被盗的运费中 获利26万美元 西雅图警方侦探表示 卡斯特罗还利用他 作为软件工程师的职位 操纵价格买了大约 4万1千美元的产品 周四 红十字会志愿者 在皮尔斯县分发清洁用品 并于本周早些时候 因大雨和特大潮袭击 华盛顿西部 而被洪水淹没的人们交谈 志愿者 在周二经历了洪水的带导 很早就开始了提供 帮助的行为 志愿者向受影响的居民 分发清洁用品 红十字会志愿者 Jody Robinson表示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给房主 和经历过这种事件的人 带来创伤 在毁灭性洪水发生两天后 周四在南方公园 进行了重要的清理工作 西雅图公共事业工作人员 Dwamish River 社区联盟 以及人们的朋友和家人 从芝加哥和Canyon 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之间的家中 搬走了被水损坏的家具 衣服和其他物品 根据西雅图公用事务 SPU发言人说 该市正在协助超过15个家庭 评估一些企业的损失 并提供短期应急住房 SPU表示 将在未来几天继续清理碎片 周四 两名与绑架一名5岁 佛农山南海有关的妇女 在从越南返回西雅图后 在西雅图C-TEC机场被捕 目前这两名女性 已在佛农山的 Skagit County社区司法中心 接受审判 预计将于12月30日星期五 首次出庭 这次行动是FBI HSI 外交安全局 Skagit County检察官办公室 和越南公安部 共同努力的结果 Spokane街摇摆桥 也被称为西西雅图D桥 将关闭至少两周 预计重新开放的时间尚未确定 而西雅图交通部SDOT的工作人员 正在修复 因去年停电而变得更糟的机械问题 这座桥禁止所有车辆 自行车和行人通行 但对海上交通开放 SDOT为居民分享了绕行路线 驾车旅行的人 可以使用西西雅图高架桥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局部阵雨 降水概率85% 风速每小时4-9英里 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75% 风速每小时9-12英里 最高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最低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 都不分心的时候 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 正如经线的司机所知 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 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 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 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 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 开车免打扰状态 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 让我们齐心协力 保持道路安全 开车时 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12月29日 据足球报记者刘祥宇消息 国安金门虎 墨轮气赛集成定局 武汉三镇将夺冠 报道中表示 截至昨晚 国安队内仅有两个人 符合出战标准 已无出战中超墨轮的可能 而天津 金门虎 也存在大面积人员缺证情况 大概率也将无法出战中超墨轮 两队莫轮气赛集成定局 如此 武汉三镇将以竞胜球优势 力压山东泰山 夺得2022赛季中超冠军 北京时间12月29日 洛杉矶湖人队 客场背靠背挑战迈阿密热火 本场比赛 湖人最后阶段进攻伐力 最终以98比112不敌对手 此役 勒布朗詹姆斯 拿到27分9个篮板6助攻 威绍15分8助攻 施洛德15分 布朗14分 北京时间12月29日 2022-23赛季 法甲第16轮焦点站展开角逐 巴黎圣日尔门主场 2比1 利克斯特拉斯堡 内马尔任意球助攻 马尔基尼奥斯投球破门 托马森造马尔基尼奥斯乌龙 颁平比分 内马尔两分钟吃两张黄牌被罚下 最后时刻 姆巴佩一点球破门绝杀 财经方面的消息 美股周四收高 科技股零涨 纳指上涨2.6% 2022年美股交易进入收官阶段 投资者情绪谨慎 股市焦头清淡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22.5万 稍高于市场预期 道指涨345.09点 涨幅为1.05% 报33220.80点 纳指涨264.80点 涨幅为2.59% 报10478.09点 标普500指数涨66.06点 涨幅为1.75% 报3849.28点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周四收高 美国上周初 申请失业救济数率公布后 美元走软 推动黄金期货价格攀升 现货黄金价格上涨0.5% 报每盎司1813.73美元 纽约商品交易所 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 价格收涨0.6% 报收于每盎司1826美元 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收四收跌 元旦前交易商情绪稳定 市场交投清淡 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交割的 西德州中置原油WTI 期货价格下跌56美分 跌幅为0.7% 报收于每桶78.40美元 2月天然气期货收跌2.69% 报收于每百万应热单位4.5590美元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开始迎头赶上 尽管仍受疫情的困扰 根据分析师和供应链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新冠疫情的问题 仍在影响苹果公司iPhone的生产 但高阶机型系列产能逐渐攀升 中国驶入快车道的电动汽车行业 可能会在2023年有所减速 但毋庸置疑 中国仍将是全国最大 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 这一事实将使中国在主导 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竞争中 占据巨大优势 美国房贷利率在2022年的最后一周上升 这一年来的上升走势 使2021年受疫情推动的房市热潮 戛然而止 房贷金融巨头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 简称房地美 周四公布的贷款商调查显示 30年期固定利率的房贷的平均利率 从上周的6.27%上升到6.42% 该房贷利率去年同期是3.11% 美国房贷利率在2022年创出史上最大年度涨幅 因为美联储采取积极行动抑制通胀 更高的房贷利率可能使每个月房贷还款增加至少数百美元 这使得在这个价格保持高涨的市场拥有房屋 对许多人来说更加遥不可期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雅丘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兵是 行文、路易、柯宇帆、雅丘和小圆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KKNWAM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顾锐